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 正如我提過的,我們是按照瑞士間工作的 我的瑞士表告訴我現在已經是要復會的時間了 我們今天上午做了比較長的討論 現在發言清單都沒有結束 我先請Marcus Calmer來做下一位發言者 謝謝主席 我想談幾句最佳時間論壇問題 本來我是想明天談閉會間活動的時候再談 但是很多發言者已經涉及到了這個問題 因為你說這項工作需要討論完了 所以我要非常簡短的說這個成果性文件 很多人已經指出呢 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工作 那麼這個裡面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的時間非常有限 不能夠全都用來完成這項工作 但是呢我想告訴大家 上週呢 秘書處拿出了最後文件 這些文件呢 這些文件呢是實質性的文件 如果你們還沒有看到這份文件的話 請你們在網站上這個讀一下 但是這些文件呢 你用不著主頁的都細看 但是呢應該把至少讀一下大綱總結 這樣的話呢你們可以了解梗蓋還有今後的工作 而且呢可以呢對未來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議 很顯然呢當時專家開人家工作專家 這個時間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呢這些問題並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但是呢它可以呢 有很多都是最佳時間論壇所選擇的一些問題 特別是這個互聯網團體所最初提出的那些建議 別拿出一種這個非常自願的方式通過 那麼這項工作呢是仍在持續的工作 那麼可以呢放到年會上去 但是呢我們可以呢在這項工作上回顧 然後呢實現下一步的計劃 在我看來呢以上呢是我們的具體成果 就是與最佳事件 關於垃圾郵件最佳事件論壇 所討論的這方面的情況 專家們所提出來的建議呢 雖然不是最好的建議 不能說是最好的建議 但是呢他們還是有機會 提出了一項具體的基礎 讓大家來討論 我並不想全部占用我的工作 發言時間來細談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呢我們是否要繼續這些工作 我們要這個進行有繼續進一步的探討 同時呢還需要隨著我們工作的計劃增加人手 而且呢多利有關方 多利有關方的這個顧問組呢 還需要呢做出進步的投資 感謝MARKUS剛才的發言 我感謝Constante跟你本人 就 你們開展的工作收到了很多積極的反饋 這項工作今後還要繼續 下一位發言者 史莉亞 Cospa 現在請你來發言 謝謝主席 這是我第一次發言 因此我來自我介紹 我來自克羅地亞 我是一個新的麥克成員 代表民間社會 我想要接著接上午 他提出的幾個問題來接著談 同時還要強調呢 我們非常需要強調的一點 回顧一下 我們跟前一位發言者意見一致 就是要認識到 今年呢 我們呢 這個 實施了IGF 改進方面的各種建議 麥克成員秘書處等等 這個 都就此開展的工作 這個與 成立一個工作組 在閉會間開展工作 它的結構等和組成情況 需要明天加以完善討論 那麼 現在呢 大家都已經開展對話 我們要加入這個對話 最後呢 我要想 談一下這個 今年的繼續教訓 然後下一步怎麼做 這個是 需要強調呢 這個綜合的報告 我們需要呢 在IGF跟其他的論壇 之間要講講協調 大家都知道呢 IGF呢 它並不是在真空當中運作 是雙向的 因此並不是說 好像那個互聯網界呢 就是隨著 IGF的指示呢 就可以發生變化 所以呢 我想呢 關於外界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應該想 在這裡應該怎麼做 比如說 在紐約 嗯 嗯 這個很多 就發言者提到了這一點 對於麥克來成員 和麥克的這個 這個IGF的 它的價值 還有 馬其頓的同事提到了 需要加強 溝通戰略的設立 因為我們在溝通方面 需要呢 改進 另外呢 在過去幾年當中 要宣傳IGF的價值 這一點 另外第二點呢 這個 IGF如何 給其他的進程 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議 而不是僅僅對外部所發生的事情 做出反應 因此呢 明年的IGF 如果能夠討論一下 像這個 呃 11月份拿出來的這個穩定答案們等等 我不知道是否可行 但是我覺得有一種方法可以這樣做 就是 在閉會間的工作題目呢 呃 應該呢 與 呃這個我們所要開展的工作有關 因此呢明年的開展IGF會 開IGF會議的時候可以實施 我就講完了 謝謝 謝謝 感謝你的意見 你聽起來根本就不像一個MAG的新成員 而好像你是非常有經驗的一個成員了 ICC 呃 這個BASIS 基本 基礎這個組織 現在你呢是按照目前情況你是最後一位發言者 謝謝 我的名字叫Elizabeth 我是他們 我是對 ICC BASIS 密書處的負責的 呃 我不是MAG成員 但是我很高興呢 到場 參加 此次會議 呃 我個人呢 還要感謝 IJF IGF密書處 協調了本次會議主辦 這次會議同時呢 我們也歡迎 所有的這個MAG成員 ICC BASIS 我組織呢 要感謝 呃 主辦國 呃 土耳其 呃 對於 2014年的IGF的成功 表示感謝 我們期待著跟所有的旅官方合作 呃 呃 我們希望呢 2015年的IGF也獲得成功 呃 本次團結精神 我們要特別的代表我們的密書處 感謝呃 這個 IGF的密書處 他們有專業性 而且呢 非常工作非常及時 呃 那麼他們是需要得到贊賞的 很多 現在 關於 閉會間的工作 今天已經聽取了很多的討論 這是非常重要的 他對IGF 2015的議程呢 是一個很好的增補 ICC BASIS 我們組織呢 具體的做了一項建議是 關於 呃 這個閉會間會議的 我們已經書面提交上去了 我們呢 希望呢 就這個問題繼續展開討論 明天討論也行 我們要強調呢 我們自己的一些建議 希望大家能夠考慮 第一個呢 就是 是 立會間工作 跟這個 IGF2014 麥格的主席的這個大綱啊 之間的聯繫 我們還需要強調呢 這個 多理由官方 也要加入 呃 這個閉會間的工作 另外呢 呃 要在在線參加和這個實體參加 對話 要加以結合 呃 這個包括呢 要加強這個秘書處 作為一個可信的過的平台 來這個主 呃 協調這方面的工作 另外呢 呃 我們還需要呢 強調 國家 呃 這個 和區域的IGS 呃 之間的聯繫 呃 要進行有力 呃 這個 呃 加強能力 國家 和這個區域 的 之間的合作 不僅僅要到2015年為止 而且需要呢 超過 呃 這個 在2015年之後 再也要繼續進行 我們具體的提案呢 明天正式提交 我們呢 主要是要回顧 所有的這些工作 然後提出我們的建議 謝謝 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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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說 這面他呢 他剛才藏起來了吧 那個發言清單 所以呢 我一下兒沒有看到一個 現在請 阿詹 請你來發言 謝謝主席 我的名字叫 是來自Ikan的 呃 我呢 我呢 在現在發言時候 在我之前發言者都已經說過了我要說的話 我要表示得容易呢 有幾個重要的問題 大家都已經提到了幾個重要的問題 一個呢 是關於 改進 IGF的成果 讓他們呢 更有能見度 另外呢 關於 最佳實踐論壇的經驗 這些經驗很好 在我看來 它導致了一些成果性文件 這些成果性文件很有價值 我們希望呢 擴大宣傳讓他們更有能見度 呃 有關的文文件呢 已經登陸上網了 我不知道呢 是否已經把這些問題提交給其他的聯合國或者非聯合國的組織 另外呢 這也是呃 CSG工作組的一些建議 來改進這個IGF跟其他相關的機構之間的聯絡聯繫 依靠槓桿作用呢 使其獲得成功 另外一個文件呢 也是 從這個IGF會議上引申出來的就是主席的報告 該報告呢 也應該 呃 把它跟互聯網問呃 治理方面的更多的機構加以呃 這個 呃 通報 我認為呢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對於IGF來講非常重要 我相信呢 我們將來會有更多的時間來討論 有關的問題 呃 繼續討論壁會間工作問題 有一點呢 非常重要 呃 前幾位發言者提到了是這個資源問題 呃 呃 那麼這個 壁會間的工作 密書處 呃 這個應該有足夠的資源 不管是人力財力或者技術方面的呃 呃 都應該加以考慮 關於壁會間會議呢 壁會間的工作 我覺得 在我看來呃 呃 麥克成員 呃 都需要有一個網上的工具 以便呢 呃 呃 這個更廣泛的範圍內參加這項工作 互聯網治理工作 那麼呃 我們都應該要讓大家都能夠獲取這些工具 謝謝 比亥 謝謝你剛才發言和顧問性意見 現在 請一位遠程參會者發言 謝謝主席 大家下午好 我叫伊蘇尼爾克成員 我是第二年作為MAC成員了 非常高興的看到 呃 對於未來的IGF怎麼做改進的一些建議 其實剛剛那位代表呢已經說了很多我想說的 我想說一下壁會間的工作還有透明度的問題 請要講一下 我覺得 我同意 需要 加強接壁會期間的工作 一個辦法呢就是要來 解決並且利用以前已經做的工作 我呢想要來說一下最佳做法論壇作為一個例子 這個工作呢是2014年開展的 我也想說一下我的反規意見 在我看來這唯一的一個 壁會期間論壇 壁會期間這個工作呢 不應該僅限於最佳做法論壇 我們呢應該要現在展示出 我們能夠在網上開展工作 也可以來開展一些電話會議 通過遊戲地址的方法等等 在壁會期間開展工作 我想啊 有一些其他的東西是我們來考慮的 就像博克也說的一樣 事實上我想強調的壹個話題 就是要向更多的利益攸關方進行擴展 我覺得同樣重要的是要確保 我們要向利益攸關方 就是一些特別的話題上面的 向特別攸關方來進行外展 比如說如果我們要針對ISP 來針對開展皮膚新生工作的話 我們要找到這些ISP 並且呢找到這個客戶 同時呢我們如果要加強外展的話 開展皮膚新生工作 我們就必須要找到那些受到影響的人 而且呢要以資源的方式 讓他們參加這個工作 這是我想針對於 壹個新生工作想談的 最後我想简要的談一下透明度的問題 我認為透明度 不管是針對IGF內容還有項目 都是很重要的 我的確覺得 今年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工作 是針對於講習班的 尤其是要加強 講習班的選擇標準上面 這樣的一個倡議上面的工作 那麼我認為要來改善這個透明度 這個工作呢不是賣個成員來組織的 比如說我聽到一些反共意見 就是呢不是很清楚 到底在這個開幕和閉幕的這個發言者上面 到底他們是怎麼選的不是很清楚 他們好像不是賣個成員來挑選的 那如果這個演講者不是開放的 來進行挑選的 那麼我覺得最好來向大家解釋一下 他們是基於什麼樣的標準來進行挑選的 是邀請參加來進行演講呢 還是說有其他的什麼標準 尤其是那些與政府相關的這個會議上面 那麼在這個上面呢 我只想說這麼多 謝謝 非常感謝一組的評論 感謝參加我們的會議 我想回答您的問題 好像大家不是很清楚 就是開幕和閉幕是怎麼來進行組織的 他們是隐秘書書提出的提案和倡議來組織的 在開幕式上面 我們呢 會邀請出席的這個部長來發言 然後呢 還有相關的利誘官方團體來發言 那麼閉幕式的時候也是如此 我看到千二哥現在好像非常的緊張 很密很緊張的看著我 想知道 到底這個開幕和閉幕是怎麼樣來組織的 但是啊 總的來講 我們是這樣來進行組織開屏幕的這個會議的 針對於一些具體的話題 我們如果要立即來進行探討的話 我們呢就邀請他們在開幕上面來進行演講 那現在幫千隔離進行信物澄清 謝謝 針對於政府 尤其是這個有部長參會的話 我們邀請他們在開幕式上面發言 那麼明天社會的話 我們呢 會讓明天社會團體來提名一位人 針對於他們的這樣的一個團體來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這個回答 那沒有和我的回答是前後矛盾的 那現在 再度的各位 可能都想問一下我們這個開幕和閉幕 是怎麼樣來進行組織的 都可以來問問題 還有另外一位遠程參會者要發言 那麼請你來發言 我來自於Madia 我來自於巴西 她說IGF2014年的總體的主題不是很清楚 很難把它和這個美睫會聯繫起來 2015年的這個IGF 將會在VCIS審議會選來開持 那麼也應該要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面來進行構建 我們呢IGF是要來進行這個英特爾網治理 因此IGF205它的這樣的一個主題應該要 一要來評估信息社會的發展 一個以人為本的信息社會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今天它意味著什麼 二 自2005年以來我們到底發生什麼 什麼樣的變化 三 到底有些什麼樣的主要的挑戰 是提給2015年的 儘管VCIS高級別的水平 它針對於VCIS以後的工作設定了一些前景 但是呢到底VCIS之後要做什麼工作 要更加的清楚 作為一個多利誘管方平台 IGF應該可以在他的這個四主題上面進行討論 謝謝 非常感謝MARCIO的發言 也感謝您的建議 我認為這個總體主題是非常簡單的 也比較抽象 這個主題應該要盡可能如此 因為呢我們希望把不同的問題都納入進來 以一種簡短的方式體現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樣的一個主題的名稱是如此 供大家有不同的詮釋 那麼如果沒有其他人要發言的話 也沒有其他的遠程三會者在這個主題上發言 我呢就想嘗試著總結一下我們目前的討論情況 我所聽到的是 對於IGF的總體評估 就是伊斯特安布爾這次會議的評估呢 是非常之積極的 我們需要繼續開展工作 朝著同樣的方向努力 並且呢像你散播會一樣用什麼方式怎麼來做 並且呢要吸納工作組的建議 盡力落實這些建議 尤其是一些問題上面的建議 希望能夠拿出一些更加切實的成果 並且讓IGF更好地把這些成果交流出去 我們這裡有一個關鍵就是需要 嚴肅認真地開展工作 看一下怎麼能夠把這些活動進行進步發展 因為如果我們要建議上網絡的話 看一下此前IGF的這個成果 我們就要看一下不同的這個文件 不能讓其他人說IGF沒有產生任何什麼成果 我覺得IGF其實是激發了很多的材料文件和想法的 還有很多的知識 但是這些知識可能 並沒有得到很好的交流傳播 因此我們要找到最好的辦法 做這樣的交流傳播 這是我們可能要探討和解決的問題 關於最佳做法 在我看來好像得到了很多人的注意 也有些很好的反饋意見 唯一有一點是大家覺得好像時間不是很夠 讓大家來開發材料 我也完全同意 需要更好的來討論 針對於這個最佳做法進行主題討論 並且把這些最佳做法進行會編 那麼等我們星期三晚上離開這個會場的時候 會有些切實的東西 還有一個元素也是我所聽到的 就是要讀出這些綜合的文件 希望向這些業界以及各界進行外展宣傳 他們並沒有出席到IGF 因此他們進行宣傳 這是我同意的 我們應該要找到一個辦法 讓更多新鮮的血液或者新鮮的與會者 來到我們的IGF上面 我們收到的最多的評論 就是關於庇護期間工作的評論 就是我們首先要小心 不應該太貪心 在這個庇護期間工作裡面 花太多的財力和物力 以及人力 不要過度的透支我們的資源 這是我們要解決的一個話題 也許我們需要找到 到底 庇護期間要討論什麼樣的話題 要以什麼樣的模式來開展庇護期間的工作 同時呢 不會給我們 很多的與IGF的會議 加重他們的負擔 這些會議呢 已經是政府間的工作會議了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能夠使用 國家的IGF還有區域的IGF會議 這樣呢 來解決庇護期間我們想要探討的話題 大家可能也記得 綜合文件裡面提到了兩個提案 也許是我們想要來看的 一個提案就是 怎麼讓政策制定者 使得另外的10億人上網 還有一個提案就是 英特爾網對於技能和周圍的影響 我並不說這是唯一的兩個話題 但是呢 這個是我們所收到的 跟我們審議的兩個主題 是在這個評論期間我們所收到的 兩個提案 最為重要的是 我們不應該忘記 我們在工作中所吸取的經驗教訓 我記得 在籌備 伊斯坦布爾IGF的時候 我們也是非常好的意願 我們最終 就這些良好的意願做了一些讓步 就是因為不同的方面給了我們一些壓力 因此呢我們要把這些不同的 提案呢都吸取 納入進來 我們呢 我們呢希望盡可能的強有力 但是呢我們也想吸取這些經驗教育 以此來設計 以此來設計明年的IGF 項目 因此呢我想感謝所有這些參與到討論中的人 以及提交了書面意見的人 他們的幫助 他們的幫助IGF 克服了這些挑戰 實現了成功 在伊斯坦布爾 我也非常感謝伊斯坦布爾的這個主辦方 感謝土耳其政府和主管部門 感謝他們的這個東道協助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意向 也就是 審議現有的互聯網治理倡議 以及他們對於IGF2015年進程的影響 那麼這裡呢我想讓大家注意一下 這一部分或說這個討論 將會在介紹之後進行 我們這個討論並不是說想要大家表態 我們呢只是想讓大家來考慮一下 這樣的一個過程 怎麼樣能夠得到更多的 信息方面的補充 對於巴西大街市有什麼影響 就是我們想要考慮的 我們是在聽到這些信息之後 希望能夠做更好的籌備 首先我們來聽第一個介紹 是ITU全權代表大會的成果的一個介紹 他對於互聯網之類呢也會有一些關聯性 我們將會聽取 Doreen Bogdman 他是 ITU規劃和會員部門的這樣的一個主要負責人 請他來介紹 謝謝Yanis 各位下午好 女士們先生們 我非常的榮幸歡迎各位來到國際點聯 就像 今天早上說的一樣 ITU最近 完成了我們的第十九次全代表大會 他是從 十月二十號一直到十一月七號 在韓國的釜山舉行 會讓2500位與會者 來自於171個國家參會 我們收到了452個提案 我們呢 拿出了批准了21個新的決議 同時呢也修訂了 很多51個決議 其實代表大會下目標是要來設定 未來四年國際點聯的戰略規劃 所以我們批准了我們的戰略規劃 同時批准了我們的財務規劃 同時我們也選舉了新的國際點聯的高級管理團隊 還有理事會的48個成員 以及我們無限電管理局的這個成員 很多人也知道大會 在它的第一次的全會上面 做了一些這樣的決定 這些決定呢就是要來開放 所有的輸入的文件 以及所有的輸出文件 要向大會進行開放 這個決定很快就得到了一致通過 就是要來強調 我們的工作是形象一致的 我認為全員代表大會 它如此的成功 是因為從第一次全會開始 一直到最後的這個會議結束 所有的成員國都向我們展示了 這樣的一種 協商一致的良好精神 同時呢也是一個重要的決定 因為啊 正常我們展示了這樣的透明度 以及我們的開放性 這是很多人都呼籲要實現的 而且民間社會的成員也是這麼呼籲的 大會同時也決定要開放 全會 以及實質性的會議 各個委員會實質性的會議 向 所有的人來進行開放 那大家如果聽取網播的話呢 不再需要密碼了 所有人都能夠來獲得一些網播和這些文檔 那麼你們這些會議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聽取 同時想提一下 大會沒有一個單一的動議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的這個選舉 是三週的情況 我們的確呢 在談判中上遇到一些困難的問題 我們也進行了些長時間的討論 特別是討論了和互聯網有關的決議 這一個小組的主席 他花了51個小時 和在座的各位開講了工作 但是呢我們這個結果呢 是非常之積極的 我們也非常的高興看到這樣的一個成果 大會同時也引入了一系列的 新的創新舉措 我們呢第一次的拿出了一個 性別父權和主流化的這個決定 那麼坐在後面的這樣的一個成員 他來自APC 他是在選舉大法會上被任命的 他和其他六位 了不起的個人和組織一起共同被任命的 同時我們也引入了年輕的ICT 政策領導人 那麼是很重要的一個舉措 我們呢讓51個年輕人參加了我們的這個會議 他們是ICT方面的年輕的領導人 我們同時呢也拿出了一系列的圓著會議 是在連接2020這個主席上進行的 我們也和明天社會進行了開展吹風會 同時呢還和秘書長進行了這個問答環節 是剛剛被當選的趙虎林先生 那最後呢我們也引入了 語言資源有關的一個舉措 如果是針對於年輕人的 我們呢將會開放這樣的一個決議倡議和提案的這個接收 那麼將會在下一次選舉大法會上來進行討論 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坐在會場上面 還有很多的同事 他們都參加了選舉大法會 所以呢我不會把每一個結果都一一的讀出 那關於整個這個背景 就像我說的一樣我們批准了戰略規劃 我呢也強調這樣的一個戰略規劃 是我們呢進行公開疏商的一份文件 我們呢沒有收到很多的這個提案 但是呢這是一個新的工作方法 是ITU剛剛開始的 我們通過了我們的財務規劃 同時呢還有一個新的決議是針對於連接2020的 它呢列出了一系列的目標 還有一些清楚的目的 你們來可看一下 有人說我們這工作很難被衡量 所以這是為什麼在這樣的一個決議裡面 我們指出了一些清楚的目標 只要快一點 關於聯通 我們有包容性可持續發展 以及創新的目標 而這幾個目標 也確定了電信聯盟 將來幾年的工作方向 我們也呼籲可否在2020年之前 可以完成這些目標 我們還深入討論了VSYS加E10活動 成員國請我們 舉行VSYS信息社會峰會的論壇 預計每年5月舉行 IVSYS的情況也會取決於2015年年底聯大召開會議的結果 我們只在加強在互聯網治理網路安全方面電信聯盟的工作 而國際國內公共政策的工作組授權 在實地和互聯網開展討論 之前只是網上討論 我們現在舉行面對面的磋商會 與工作組就國際的公共政策問題討論 就網上兒童保護委員會的工作 我們很高興 這工作組現在向所有的利益攸關幫開放 這一定會推動討論進入新的階段 而委員會磋商的工作文件也將放在網上供公眾查閱 我們也會舉行針對青少年為期一天的網上討論會 針對網上兒童保護問題 委員會還強調 國際互聯網的連接 因具有較高的性價比 以及多語言化 如果你們熟知決議的話 這條是跟電聯133號決議相關 以促進語言的多樣性 最後 我們鼓勵成員國 來制定IXP聯盟 也被邀請進一步的加強各國能力建設 特別是幫助發展中國家 並是我們從IPTV4過渡到IPV6 我們與其他組織密切合作 特別是在難力建設方面 通過這些工作 我們非常讚賞和肯定多方利用官方進程 各方也非常高興有利用官方的籌備平坦 以為VCIS加10的高級別的活動做準備 今年年初有開會 並且 自2013年以來 就WTPF方面 專家組也促進了工作 有若干的決議得到批准 有一項跟學術界人士有關 即學者在成為ITU成員時 可以作為一個聯盟加入 我們還有就航班跟蹤的工作組會議 今年春天啟動工作 還討論如何使用ICT信通技術 抗擊埃波拉 保護青年人、消費者 我之前說了就青少年有新的決議 關於打擊傳染性疾病有新決議 關於物聯網、寬戴互聯網路等 若干議題都有新的決議 交友圈圈代表大會的最後文件及福建都在網上公布 我們會放在網上 以免費的形式分發 展望未來時 我們注意到ITU 將在5月17日迎來150週年紀念 每年一整年都有慶祝活動 5月17日的主題是 創新以及信通技術推動創新 每個月也會有各個主題慶祝活動 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加入慶祝的行列 每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 主要是跟VSYS加10過程 以及我今早提到的MDG即將完成有關 而可持續發展目標即將啟動 我們必須要確保這些全球的發展議程 彼此銜接 我很期待跟大家工作 不僅是推動VSYS加10活動 也是推動今日和明日的發展目標 共有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其中4個目標 只有4個目標提到信通技術 我們應努力工作 確保這些目標提及信通技術 在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必須確保這樣的作用得到肯定 而且應該提高宣傳公式 因為ICT對可持續發展進程來說 至關重要 我們對未來充滿憧憬 希望大家能促成2015年後發展議程 和VSYS議程都可以順利地實施 謝謝 您極為詳實的介紹 也謝謝您 為全權代表大會做了宣傳 最終的會議成果文件很好 IGEF的專家知識 不知道是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全權代表大會 不過歷史會告知我們最終的結果 Lola Opsita沒有在場 她還在自己的辦公室 如果您不建議的話 我會請Lola 做介紹 談到GID裡標誌的定義 Lona會做 Lora會做介紹 也會聽取CGI 代表就這一倡議的介紹 Lora 聽得到嗎 請靠近話筒 請發言 在等待Lora發言時 先聽下一名代表的意見 啊 Lora 在嗎 在 請發言 謝謝 感謝大家 讓我介紹這一倡議 作為秘書處的成員 今日很榮幸 參會 我簡單介紹這一倡議 再花幾分鐘 希望大家匯報最新發展情況 眾所周知 在蒙迪安的會議後 CGI 產權組織 和ICAN 合作 建立平台 建立平台 以推動 互聯網治理的生態系統 這系統支持相關決議的統一協調 應對新鮮行 應對新鮮性和已有的問題 平台旨在 加強現有互聯網智力的框架 測中 測中 局 非技術問題的解決方案 這是一網上平排 於11月6日啟動 現有的進程 非常順利 一個外部的委員會 評估秘書處的工作 直到工作最終的 有協調 委員會介紹 我們的委員會的代表 來自不同區域和行業 極為平衡 我想強調 參與對提高論壇的工作 至關重要 最近委員會開了一次會 非常認真地聽取了社區的意見 不管是來自社交媒體 還是分析 他們就有一些問題的情況 而我們的一些建議 也已經反吸取了這些意見 比如 之前的委員會的常任席位 已經被移去 現在席位是根據地理的區域 來做決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謝謝Nora 首先請 CG Ida Ferry Wagner 發言 既然您遠程參會 如果 有任何的問題 也請儘快地問Nora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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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 IBR 巴西的互聯網的實體 也是推動Montia 創意平台的一部分 過去的幾天幾周內 我們都有尋求救平台的澄清 正如Nora所說的 工作正在進行 就 推動 國際社會的努力 這一過程是動態的 由於我們不斷地在置頂和探討目標 上週五 巴西的這個組織也 也預計 今天公佈一份報告 實際上CG IBM的成員 在幾個小時前就有收到 而14年11月28日 在聖法羅 我們又開了會 討論 互聯網智利工作組所 擬定的NetMontile 倡議 並為 國際 互聯網智利 論壇的第十屆會議做準備 論壇 應就建議想法提供交流的平台 促進NetMontile的利多官用方 進程 在14年6月以同樣的名字 得到通過 並放在網上公布 另一方面 關於 NetMontile宣言所提到的 互聯網智利 應該促進NetMontile的舉措 第三 建議和意見都應審議 互聯網智利 包括其在NetMontile中的作用 其 現有的國際制度 也正在處理與互聯網有關的問題 同時注意到不同利益 官方的利益 四 NetMontile 舉措和倡議 不會取代 IGF 互聯網智利的任何組織 又或者任何 與新性網絡犯罪有關的組織 五 雖然 NetMontile 可能會 建立一些工作組 但他們不會有實權 也不會有相關的建議落實機制 我們應該通過既定的程序和論壇來做六 NetMontile 不會跟IGF工作重複 IGF是全球互聯網治理社區的溝通中心 至於由聯大所授權的任務授權必須得到保留 但是NetMontile中的切實行動 也應在IGF中得到討論 並且供IGF參考 以便兩個組織的溝通 最後 在允許利用官方討論各個關鍵問題時 IGF 應該就內部的問題起到成長期而被統一協調問題 在涉及到政府部門包括網絡犯罪等情況時 應提醒國家政府的注意 又或者按照既定的國際程序處理 這也符合NetMontile宣言的精神 其一些問題需要國際條約的依據 並注意到國家政府就主權方面的權利同時 即使在這些案例中 也應該以另一多官方參與的方式討論 8. 在選擇NetMontile宣言中所講到的委員會的成員方面 每個區域應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選出代表 9. 協調委員會沒有常駐的席位 一旦建立協調委員會 將領選NetMontile的成員以協商一致的方式來選擇 第二屆任期完成之後 應該聆聽互聯網治理社區的意見 論壇應確保所有的倡議得到實施 一些倡議包括CG 注意到一些代表所提到的批評 我們做了修改 以更好的符合NetMontile的倡議的基礎 我們應確保 從一開始就鼓勵利用官方參與 11. 也是最後一點任何的競爭 都應包含切實的想法、看法 動員所有的工作組參與討論 NetMontile旨在成為 有切實建議具體看法的代表 以及那些願意慷慨、熱心 舉辦會議的各方之間搭起橋樑 希望NetMontile成為 推動這些目標和想法的有利工具 委員會將會作為協調機構 而非主導一切事物的機構運行 謝謝 我們聽取了 兩名支持者的介紹 我們也聽取了各個專家的介紹 包括Nora在辦公室所做的遠程介紹 現在是問問題的時候了 剛剛也說了 委員會不會有長處的席位 謝謝 那麼這個理事會 問到了關於IHF Mark的問題 謝謝Yanis 我讓我們邀請我們麥克來加入協調委 也是 呃 仍然是有效的 那麼IHF參加 是非常重關鍵的 呃 參加這個NetMontile 所以我希望呢 麥克仍然在考慮 呃 這個參加協調委的問題 那麼 把這個長期的一次拿掉 呃 它是 主要的是要反映出 呃 這個我們這個 互聯網界的 反饋 那麼所有的這個成員都要通過 同樣的手續來保障他們的成員資格 那麼從這個方法 是對協調委的方法 也可以在網上查到 荷蘭現在要求發言 要求提問題 謝謝 謝謝主席 我要求澄清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呢 呃 該小組 呃這個開設工作 並且在迪拜的完成他們的工作 呃 是由經濟論壇來組織的 呃 那麼 commission build 這是這個 是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起成立的一個組織 我的問題是 該項舉措 這個 和這個commission build build 委員會 他的職責範圍是兩年 呃 他們兩者的關係是什麼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了 主席說 先請你本人提問題 我的問題 是向Flavio提的 嗯 那麼 提到了 Night Mondia這個問題 這個舉措 將要由協調委 呃 的建議 來開展 我的問題是 最後的角色權在誰手裡 呃 呃 來這個指導 呃 多理有關方 我的名字叫Marian Kate 我的問題可能是請 Nora跟Flavio兩者 兩個人 多來回答一下 我們注意到了 這樣的評論 好像是 並不是要與之競爭 而是要支持IGF 我認為呢 有點不清楚的是 呃 既然我們有了所有的 人力財力的資源 比如也包括時間資源 那麼我們想知道呢 該舉措 如何能夠支持 是 呃 財務 IGF的財務資源 因為IGF呢 是目前處的關鍵階段 那麼 作為CSDD的工作組的成員 加強 加強 呃 合作 並且 呃 活躍的 這個 在ICAN 界 是需要 呃 很大的一筆 財務資源 才能夠 讓IGF 有更多的 泛種國家的 第一官方參加 我聽到呢 該舉措 該向舉措 是互補性的 我希望 了解一下財務 呃 方便如何來加強IGF 謝謝 有一個 演成參會 的人 要提問題 然後讓Noraflora 兩者來回答 我是從Sufi 這讀的 Nightmobile 是自下上的 他是讓這個 志願者 利益優關方 來這個討論 呃 那麼這個 這個 Nightmobile 和這個 IGF WEF 這個舉措 我們需要呢 遵循一定的原則 那麼你的問題是什麽 我聽 沒聽到你提問題啊 Nora 是不是請你呢 回答上述問題 完全可以 非常感謝大家提的問題 關於第一點 關於第一點 這個 呃 commission build 跟Nightmobile之間 關係是什麽 我覺得 這兩者呢 是有不同的 目標的 Nightmobile 是要負責所有的 關於互聯網治理方面的問題 我們一直 跟這個 Build commission 在做協調 關於 Marilyn的 評論 從這個 Nightmobile 如何支持 IGF 我來 退幾步來講 Nightmobile 是這個 IGF的戶 補充 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那麼 到底有多少資源 要放到IGM 這是要 應該由 協調委來最後決定的 這個 協調委呢 它是要按照 部門 按照 地理區域 具有代表性的 然後他們詳細 來討論決定如何支持IGF 呃 參加這個 呃 協調委的人越多 呃 就是這個 對協調委的重視就越高 感謝 Nora Flavio 你也要回答嗎 還是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之後 Fatima 又要提一個問題 謝謝主席 我的問題是提給Nora的 I can 的人員 是否要開展磋商 關於這個加入Nightmobile加舉措 他們是不要在自己內部進行磋商 還沒有其他的問題了 好像這邊是Sovi要提一個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人了 我是來自APC 我要求澄清呢 作為Build委員會 這也是全球互聯網治理委員會 我是這個成員 呃 他們是完全獨立於Nightmobile的 呃 這個 他們目前正在進行研究討論的是 呃 MITT有關的這個 呃 質地破碎的問題 安娜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謝謝 我要感謝 剛才那幾位 呃來幫助我們解釋什麼是Nightmobile 對呀 這個舉措 但是很遺憾 我根本沒聽懂 呃也許是我的錯 我呢 希望呢 看一下 所有的這些生態系統怎麼放在一起 能夠產生附加價值 因為我擔心呢 今天 我們討論了 有一些小尾 那麼 未來呢 就會有更複雜的結構 Nightmobile 系統 那麼 嗯 社經紀論壇 I can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是什麼 不清楚 現在已經開始不提I can了 呃 很抱歉 好像我比較天真吧 嗯 這個問題 如果不在明年的IGF主要會場討論的話 呃是不行的 我們應該看一下怎麼樣把它放入生態系統 不是另設立一個機構 而是如何把它合併 綜合化 就是要對現有的機構呢 有附加價值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主席說 還有一個遠程參會人提問題 蘇碧呢 剛才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他向Slaviu提了一個問題 他說呢 如何讓這個例如官方達成共識 呃就這個 呃 這個 呃 呃 這個原則達成共識 好像有點本目倒置了 Fabio 嗯 Flavio 呃 你現在 你先想一想 我們先讓Nora回答 這個問題 謝謝 關於 關於Ican公開磋商問題 我想指出 Ican呢 是 只是其中一個機構 呃 是Night Mojia 舉措的一個部分 呃 他們的有些人手呢 加入呃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最近已經 呃 今後開的會議上 我們要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還沒有公共磋商 那麼 另外還想 將在位 做在在座的 諸位 呃發一個信息 呃 各組織參加 讓大家呢 都能夠有機會 呃 這個 呃 提問題 這個在 Night Mojia的網站上 可以查到具體時間和細節 關於如何讓這個融入生態系統 這個是對目前的努力進行互補的一個方面 並不是要取代什麼呃 任何組織或者幾個呃 就是要互補性的或者是補充現有的那些機制 我們確實也了解到呃 呃 大家說的資源有限 這個呃 呃 這個舉措 是 把核心問題提出來了 然後提和 提在這個混合體當中 世界經濟論壇 呃 呃 參與這項活動 Night Mojia舉措和其他的舉措 比如說 WEF的這個舉措 呃 是 非常呃 典型的一種做法 Nora 如果你要是還能接著說的話 你要是 呃 能繼續參加會議最好 如果你必須要走了的話 呃 這個 Jinger提到的那個問題 協調委 呃 呃 我們來拿出一個名單 達成共識 讓這個CSCG 呃 和這個過渡委員會 呃 並不想要提出任何名單 呃 然後呢 呃 呃 呃 過渡委員會 過渡委員會 來做出決定 過渡委員會 將不單獨做出決定 關於蘇比提到的那個VNT Night Mondia 確實是CSCG 上了一個組織 那麼 也在這個聖保羅開會之後呢 呃 大家基本的共識 就這個呃 宣言 聖保羅宣言達成共識 那麼 除非這個互聯網界 呃 這個 決定呢 呃 還需要重新展開討論 因為呢 聖保羅已經都達成了基本共識 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呢 再重新展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當然啊 有很多論壇討論這個互聯網治理問題 當然主要的是IGF 這個IGF 將在下次明年在巴西召開會議 IGF並沒有提出什麼建議 如果有一個團體 呃 這個建議IGF在聖保羅 拿出一個 原則的話 大家當然都很高興 所以我們認為呢 這個是一個良好開端 呃 接受呃 呃 大家建議這個舉措 呃 他不能讓他老拿著電話 所以我建議我們現在開始介紹 還剩四位要求發言 這個呃 四個什麼的 四位要求發言 我們將作為下一批問題 讓他們來發言 讓他們來發言 大家同意不同意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 下一個介紹 這個是 科技委員會 呃 呃 制定這個 這個 WS 呃 物流啊 技術問題的 呃 謝謝主席我非常高興 今天到會 代表 CSVD 代表發 呃 讓他們來進行十年的審 審 審查 然後我再談呢 十年審查報告 這是秘書處出台的 呃 這個給CSVD 最後一部分呢 我將會向大家吹風 看這個關於這個十年審查 今後的呃 下一步怎麼走 另外在CSVD 呃 閉會間小組上週開會的情況 請看下一張幻灯片 再往前走兩張 好 現在就這張幻灯片就對了 那麼一開始我來談授權 在13年 呃 經涉理事會要求CSVD 來具體的就呃 呃 後續活動呃 進行研究 提出了三項要求 一個的讓委員會 從成員國所有利益 官方中收集 呃 有關的輸入意見 第二 要求委員會組織 實質性討論 討論這個審查報告 那時間呢 是2015年 這個實質性的討論 我們將在 呃 本委員會80屆會議 也正是15年的5月 呃 這個召開4到8號 那麼另外呢 呃 呃 理事會 還讓ACSTD呢 呃 來報告 向理事會議進行報告 這個 請看下一張幻灯片 我呢 簡短的解釋一下秘書處 到目前為止做哪些工作 來幫助委員會的工作 那麼在2014年6月到10月之間 我們和所有利益官方 進行了開放的疏商 來分享他們在弱勢 結果方面所失去的經驗 我想感謝那些提交了文稿的各位 我們一共收到了96個文稿 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他們呢 都放在CTD的網站上面 除非呢 那些人他們說了 不希望把他們的這個文稿公開 同時呢 我們也找到了不同區域的利益官方 我們讓秘書處 舉辦了七次的開放磋商 是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舉行的 兩個呢 在IGF會議上面舉行 在四川布爾舉行 還有一個呢 是針對拉美區域所主辦的 還有一個是一個開放的論壇 是讓所有的IGF的與會者參加的 我想感謝IGF秘書 給予我們的配合和協作 信息方面的審議 是的 當然 我們需要考慮到 所有相關的結果和輸入意見 比如說像IGF高級別的會議 以及UNESCO與V4加10相關的高級別的審議報告 那這些都得到了我們的考量 秘書處也籌備了十年的審議報告 希望啊 委員會也會看一下這些報告 並且呢 將在2015年做出審議結果 下一幻灯片 那麼我們所收的信息 是通過開放磋商和分析相關的這個文件 來進行的 幫助我們呢 起草了一份十年的審議文件 我們文件的目的 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全面的總結 相關的和 未死成果有關的證據 以及呢 新社會發展的情況 報告的草案 放在CSTD的網站上面 可以跟大家取悅 是上週 CSTD的專家會議上面公佈的 我們呢 可以看到 這依然是一個草案 我們呢 會籌備一個 執行 報告 執行摘要 那麼 現在呢 我想指出 目前咱們就出 還在審議這個報告 委員會呢 將會做出自己的審議 下一幻灯片 接下來呢 總結了報告的結構 裡面有八個章節 同時呢 還有針對一多 EU官方文件的附件 下一幻灯片 在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關鍵的內容 是在報告中指出的 他說出了最為重要的改變 是在ICT行業 自VSYS以來的一些變化 一個共同的變化就是 網絡 互聯網 它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是信息社會中不可或許的一部分 同時呢 隨著技術的 不斷前進 互聯網便越來越重要 對於國際相關的互聯網政策來說 如果要更好的落實 VSYS結果的話 我們應該要更好的認識到目前的成果挑戰 以及最新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拿出了一新的一張 專門的在審議報告中 說明了這些新的變化 下一張 那這裡呢 我們總結了自 那以來ICT部門所取的一些成績 至2005年以來 我們看到這些新的成就 我不會談裡面的細節 但是呢 你們可以在報告裡面看到更多的細節 下一頁 那麼談到 落實VSYS方面的成果 我想 強調兩個問題 一個呢 就是多利U官方的合作 他 現在被成為了一個主要的ICT 以及ICT論壇議程的一個支柱 也成了VSYS成果文件的一個重要部分 尤其是在IGF這一部分中 就針對於IGF相關的這個行動線上面 他強調了這個多利U官方性 那最後的一點是 報告討論了 IGF 他把它作為一個主要的成績來討論 以此來落實VSYS的成果 這也清晰地向我們展現出來了 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利U官方成交了他們的提案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IGF的會議呢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們呢 也可以看到了有CSTD的工作組 專門說明怎麼樣來改善IGF的工作 比如說 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 他做了評論 就是IGF 在過去年裡面取得了成熟 那麼 他越來越多的來 討論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 比如說關鍵的互聯網資源和人權 因此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意見的放在報告中 同時還有這樣一個事實就是 這裡有些更多批評的聲音是針對於IGF的 當然這樣的批評的聲音是占少數的 總的來說報告 他說到IGF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年度會議 在ICT和互聯網的這個日曆中變得非常的重要 得到了多利U官方界的支持 下一頁 報告 找出了四個主要的挑戰 也許我想指出一點 像Durina所指出的一樣 我們還在學習最佳的辦法 怎麼把ICT放到發展中 使它主流化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ICT將會變得越來越有能力 也越來越重要 在未來實現發展 很多的這個開放搓商 參與方呢 他們都分享這樣的一種關切 就是需要有更多的這個關注 要注意信息社會 要把它這個問題放在 2015年以後的發展議程上面 這也是委員會討論的 上週他們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把ICT主流化 放到可持續發展議程中 放到它的目標中 放到2015年後發展的這一個進程中 下一個幻灯片 那麼我們呢也做了一些建議 報告裡面呢有一些證據 是來自於開放磋商的 我們需要 關於VSYS的落實來開展的探討 這要說明 要改善數據的收集和分析 確保行動線 涵蓋新的這個情況 因為呢 VSYS以來呢 有了一些新的情況和發展 使得VSYS的成果 更好的納入到聯合國的發展 框架中 同時呢也要加強 Angus的工作 同時我們要更多的注意 財務機制 可能比較感興趣的就是 要聽取不同的意見 以此來實現 關於未來互聯網制裡的形成一致 我不知道這樣的說 是不是太樂觀了 但是呢 這肯定會讓我們再進一步的 加一把力進行討論 同時呢 要以 Mundia的精神和經驗為基礎 利用這樣的一些個經驗 在未來幫助明年社會 共同的來進行努力 那麼這是我們希望提醒 給大家的一些建議 我們明年 將會在ICF上面進行年度的評估 下一頁 就像我說的一樣 B會期間的工作組 他們上一周裡面花了一天的時間 討論了這個十年的審議 是星期五他們進行了一次會議 我們呢讓兩個峰會的主席都參加了這個討論 Yannis也參加了星期五的會議 我們的討論非常的生動 討論了這個報告草案 同時呢也總體上來探討了這十年的審議 Mindia True有這樣的感覺 總的來說 大家是比較滿意的 對於我們的審議報告呢 內容是比較滿意的 儘管呢我們收到了一些評論 他們說到要進行一些調整 比如說要刪除一些附件 或者說呢要讓報告更加的平衡 使得不同的這個被選呢都得到反應 這尤其是針對於加強合作這一部分的案文 所提出的意見 也是大家探討最多的一個部分 我們給了一個兩周期 供大家以書面形式上叫評論 如果大家針對於報告審議草案有什麼意見的話 現在放在CDE的這個網站上面 我就鼓勵大家以書面的形式提交你們的評論 大家可以看到 電子郵件的地址 現在放在拉帝幕上面 有什麼意見都可以發給CESTD 下一關能片有請 最後委員會討論了往前走的辦法 我們讀了這個報告 我們也讀了這個10年的審議報告 因此呢報告將會由秘書 在這兩周的評論期中得以敲定 然後呢將會作為一個最終的出版物 上交給18次的年度會議 我們呢應該會在1月份的中期的時候 提供給大家 這將會作為最終的版本 在5月份的時候提交給大家 那麼委員會還有一份信息的文件 因為呢這個委員會他會自行的 就這個10年的審議做一個報告 然後呢他會通過經濟理事會上交給聯大 將會作為CESTD10年審議的一部分 提交給聯大 因為我們正在進行 VCEST成果的總體的評估 這將會在2015年12月份的時候 進行這個審議 那說這麼多 我讓主席發言 有什麼問題的話都請你們提出來 有什麼評論也可以提出來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Mary的介紹 我想啊我們會聽完所有的介紹 然後呢再讓大家來進行問答 因為我們總共有5個介紹 那現在我讓下一個發言者做介紹 Pierre Major先生 他是一個特別顧問 是聯合國的一個大使 是薛安利的一位代表 我現在還緊要的來介紹一下 他們這個工作組的成果 有請 謝謝安妮斯 我非常高興能夠回到國際點聯 我在這裡工作過23年 安妮斯你提到了 我是這個工作組的主席 要來加強合作 也許啊大家人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加強合作工作組 我想啊 你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來澄清 也許你可以告訴一下大家 有什麼樣的背景 但是呢我就不讓你麻煩了 那麼加強合作啊 它其實是在 突尼斯議程中提出來的 我想啊大家都已經 記得非常之清楚了 大部分的和互聯網之裡有關的會議 他們呢都會引用這個突尼斯議程 所以大家可能早就已經對這一段鳴記於心了 尤其啊 關於加強合作這部分 就是突尼斯議程六九段的內容 他說到進一步的認識到 要進行未來的合作的加強 使得政府能夠平等的來開展他們的職責 說明這個互聯網公共證的方面的問題 但是呢並不是要針對於日常的這個 運作技術問題來進行合作 那麼這是一個關鍵的段落 那當然呢 其他的段落也說到了 要讓聯合國秘書長 鼓勵所有的方面 要在二零六年之前來進行合作 如果我沒有動作的話 我們現在已經是二零一四年了 我呢不想在這裡說我們有什麼東西做的不對 我有一些猶疑 也進行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磋商 在聯合國內部在委員會內部 就是在科學技術發展委員會內部 都有很多的這個探討 聯大在二零一二年年底之前通過了一個決議 他邀請科學技術委員會的主席 來建立一個工作組 他說到這個工作組目的是要來加強合作 以此來加強VSYS相關的授權 希望能夠來匯編並且尋求所有成員國 以及其他理由官方的意見 並且做出建議說明怎麼樣來完全的落實 這一個VSYS的授權 那麼這個小組呢必須要在 CFTD17次會議上面進行報告 這個決議 使用的慣常的聯合國的語言 非常的平衡 那麼重要的是我們要注意 這裡面是一個多利歐官方的工作組 存在於聯合國內部 因此呢這個過程是在 CFTD之後進行的 通過這樣的一個決議 要建立一個多利歐官方的工作組 然後呢任命與會方 讓他們參加工作組的會議 然後啊總的來說這個工作組 它像以前的工作組一樣得到了建立 像我說的一樣 這和之前呢為了改善IGF的這個工作組 建立是一樣的 這樣的多利歐官方工作組 有46個成員好像是 有20個成員國 有22個成員國 還有 還有 24個是來自其他的這個 這個利歐官方團體的 我們呢 希望來根據授權開展工作 並且拿出多利歐官方的做法 也就是相互信任 希望能夠取得一些 與成果為導向的 喜上一致 我們呢也 希望大家能夠參加會議 不管是實際參加會議 還是遠的參加會議 所以呢 當時呢一開始呢 一切都看上去是非常光明的 前景很有希望 我們呢開了四次實際的會議 在第一次會議上面 我們發出了一個問卷 一般呢 你就是找到這個相關的利歐官方 然後拿著一個問卷 問他們有什麼的想法 怎麼樣來加強合作 這個問卷 裡面大概有18個問題 然後呢 我們收到了一個很好的回應率 我想啊 這個回應率好像是幾乎是70% 考慮到這個問題是很多的 因為裡面有18個問題 然後呢 我們就問了大家 怎麼能夠改善這個授權 我們呢也匯編了這樣的一個意見 我知道大家不是很願意讀這個1000頁的報告 但是 我不是很確定 算來做是不是最有效的 所以呢 我就要面試處 籌備了一份簡短的文件 這份文件呢是25頁 那麼相對來說呢 可以供大家比較容易的閱讀 那麼在我們第二次實際會議之後 第二次會議是 以這一份縮減的文件為基礎開始的 同時拿出一份報告 報告也放在CSTD的網站上 大家依然可以去CSTD的網站上面 看一下這一份報告 如果你們想讀的話都可以去讀 我們發現 他們的回覆是分為五類的 我們呢也嘗試著 把這五類進行細化 當然 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 例如官方所扮演的角色 那麼在會議上面我們發現 根本的問題 根本呢 我並不是說互聯網 我說的是關鍵問題 及現行的機制 這一全球區域機制 方面 我們是否處理了所有的問題 根據調查問卷 工作組 首先建立了來文小組 兩名代表自高奉勇的 擔任工作 一個是McNeil的Spa先生 以及Samuel Dickinson先生 自願地去 擬定調查問卷和數據 他們確定了差不多四百多個問題 把範圍最終的去 縮小到兩百多個問題 開會時充滿著政治的火腰味 對 代表持不同意見 有先說 在 此方面加強合作 沒有任何的意義 有先則覺得已經有一定的進展 有些覺得現有的框架已經足夠了 還有人提到 因採納多邊合作的方式 解決這一問題 大多數代表著同意 多方利用官方的進程 所以 就這個繪圖的工作來說 就像是一杯水 有些人覺得半杯是空的 有些人覺得半杯已經滿了 大家看同一個問題 角度卻不同 我們希望能有一個安全穩定的 集中化的機制 但問題是 誰什麼時候怎麼去做 到底如何加強合作 而這些建議必須是 切實靈活可操作的 我們得到了熱烈的響應 制定了幾位 詳實的文件 但是 沒有充足的時間完成任務 跟之前的 八年期限相比 我們只有一年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結果 比預期要好 經社理事會 預計 會 有一個決議 我知道 大家也非常喜歡 這些組織的縮協議 所以我就 故意用了經社會 而不是聯合國經濟社會 理事會 聯合國經社會 要求 繼續 進行 繪圖工作 而這 正是 工作的 核心 或者 一個重點 我們也要求 秘書處 繼續努力 繼續 努力 我記得 今年 九七月 經社理事會 通過了這項決議 秘書處 秘書處 順應實施 建立了評估組 立即著手工作 我相信 在短短的兩個月內 秘書處 制定了 就 繪圖工作 方面的 高質量報告 昨天 昨天 我們已把報告 放在網上 除了報告 我們還放了 跟測匯有關的數據 表 和其他的技術 數據 我歡迎大家 審議這些數據 還在 上週科學促進發展小組的 避會期間 工作時 我們進行了 繪圖的工作 路線圖的制定工作 在討論時 很多人給了積極的回复 及如何改善這一機制 所以我覺得 在這裡 尋求大家的意見 也極為恰當 我們有一個月的時間 收集各位的建議 觀點和論點 即如何加強 和做如何加強這些機制的建設 您可以使用 冒發會議提供的 郵箱是 WGEC at oncdat 點 org 如果 您沒有時間 寫下 郵件 我也會 你們也可以去問 我們 協調員 我覺得 這一路線圖的制定工作 非常 有用 在科學促進發展小組 五月的主要會議上 會得到討論 我 我還 無法百分之百的把握說 這決議將會 馬上的遞交給聯大 共期審議 主席 謝謝 謝謝 彼得的介紹 您在介紹的最後部分 談到了發展政策和路線圖的制定 我記得在多個場合都提到公共政策 互聯網 治理小組和ITU的委員會 都就信息社會 進行了測試和路線圖制定的工作 但是 從來沒有達成共識 政府無法達成一知一見 更不用說是立一多官方之間了 希望 這一工作有助 大家相互的了解 加強公識 即 再使用術語 如 國際公共政策方面 具體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非常感謝您的介紹 現在來看 加10 審議進程 這將由聯大組織舉辦 我請 Edia Armstrong 聯合國 我代表 我代表 副秘書長 吳宏波 和 湯姆斯 向大家 做介紹 我們 紐約的同事 一直驚嘆於 IGEF 所發揮的領導力 包括 MAC的領導力和貢獻 特別是在 Yannis主席的領導下 所做的工作 作為最後一名的講者 我覺得 好處是我想說的要點 已經被提到了 我就不 音響術了 我想說 任何的審議 和 這樣的審議活動 首先是聚焦程序 然後聚焦是執行內容 所以 我簡單 談談程序問題 然後 你們也許對實質性內容 會提問題 正如Yannis 所說的 就程序而言 聯大 今年7月通過了 工作模式的決議 沒有給出很詳細的指令 但提到一點 極高級別的會議 會在紐約12月舉行 應有利益 有關方磋商的重點進程 根據ICT現在的政策 二位在審議時提到 希望能就成果文件 在政府間的進程中達成共識 這就強調了 我所說的兩點 第一 程序 第二 實質 關於程序 如果您看 政府間進程的環節 冒發的同事 科學促進發展委員會 已經提到了 在根據磋商後之後 明年7月 將會交給金氏理事會報告 而醫生理事會的報告 又會轉交至聯大 此外 今早我們也聽了 ITU本身的審議過程 以及教科文的審議過程 您已經從不同的角度 看到了審議的程序 而至於 IJF的高級別的審議 也經常是由聯大的主席來主管 而現有的聯大主席是烏干達人 他將會 在7月15日任命兩名協調員 就成果文件開展磋商 12月 將由新的2015年的聯大主席來決定 這就是關於審議過程的一個小縮影 希望我沒有遺漏 我的團隊上周 與聯大同事聯繫 詢問他們是否可以敲定日期 他們說 聯大會在 聯大下年期工作時才敲定 所以不會太早也不會太遲 聯大主席做敲定的協調員的細節 將於15年的7月 6月最終敲定 這就是大概的時間表 關於實質性進程 請大家注意 聯大將於15年9月開會 會討論MD級的消失 以及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啟動 可持續發展目標 也提到了信通技術 根據 SDG的 交給CSTD科學促進發展委員會的報告 我們會注意到 我們會注意到兩個目標 是並假期期的 即2015年後發展的疫情 會在VSYS和ICT的情況 最終結束之後才啟動 所以是雙軌道同時進行 因為互聯網的治理 內容詳實與信息社會信息相關 IHF也是在此方面的新 所以我們會問VSYS 信息峰會的構想到底是什麼 是建立更大的信息社會嗎 是提高信息社會的效力嗎 這就是為何所有理由官方都極為重要 以讓這個構想變得更具體 如果就這一構想可以達成更具體的意見 我們就會更快的推動這一審議進展 還有不應忘記審議的初衷 即VSYS峰會的兩場會議的成果是 國際社會因基於什麼樣的基礎工作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願景到底是什麼 這也是我現在想請大家思考的問題 謝謝 謝謝 Eddie的問題 關於談判的工作模式到底是如何 也會是有最終的協調語言決定 而關於誰會促進這一進程 相信會有經社理事會的部門來做 帶你們在紐約 所以與內瓦溝通時 會有問題 而連大的決議也講到了 理由官方之間因開展互動 所以我們都會一一的討論這些問題 謝謝您的介紹 關於程序的介紹 我 換言之 工作 直接或者尖尖的會影響到15年巴西的會議 不知大家 現在 就 Eddie的問題 介紹 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先請 在週一 提到倡議之前 ICC Basis 提交了一封信給過渡委运回信息 這封信的列舉了一大堆的具體問題 特別是在實際操作方面 包括理由官方參與方面的難處 我們很高興聽到Flears的回答 其過程向所有的0U官方開放 他們都會參與 會啟動各項倡議 確保各方的廣泛參與 我們想知道 下一步是什麽 就這些問題 是否會達成具體的回應 我們知道 有一個問題已經得到答覆 那麼其他問題呢 謝謝 我建議先收集所有的問題 然後請介紹人逐一回答 B-Rent B-Rent 謝謝主席 謝謝 感謝所有的介紹人 所做的出色介紹 討論了互聯網智利 所產生的影響 以及在整個過程中的角色 關於 相關的 誠意 我覺得對理由官方來說 有一個門檻問題 他們在參與協調委員會 是 會有相關的環節 包括一些組織的協決條件 所以 如果我們就 一些問題 包括一些業界所提到的 多次出現的問題 能得到答覆的話 就會更好 同時還要看 這個人們 如何呢 把他們 作為一個團體來看待 因為現在網站上已經看 可以查閱到 所有相關的資料 還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 很顯然呢 奈特夢加 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一個進程 有些理由官方 能夠接受奈特夢加的原則 有的是部分接受 有的是根本就不能接受 但是呢 他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如果按照現在的先決條件 那麼 即便我們把它叫做開放性的進程 有一些大的 有關方 包括政府呢 可能不願意加入這場討論 因為呢 他們 他們 不能夠完全同意所有的 提出來的原則 那麼所以呢 這裡面有一個 非強制性的 共識性的 那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怎麼能夠 開始一個進程 一開始呢 你們就知道 由於法律原因 其他原因 他們不能夠 從一開始就說明 他們這個 很多 大量的 地有關方不能加入 那麼 這樣的一個舉策 能不能成功嗎 感謝Sheryl 謝謝Sheryl發言 謝謝 向所有的主獎人 表示 感謝 消息詳實 非常有用 他們的介紹 我的問題呢 是關於這個 NightModia的 舉措的介紹的 我們覺得呢 他就前瞻性介紹 而且呢 我們期待著這次 這次會議 能夠獲得 原本成功 那麼我要求呢 澄清我在 聽舉家當中的一些問題 我們覺得 這也提到了 社經濟論壇 還有呢 NetModia 這兩者是 單獨的呢 分開的呢 還是 互相獨立的呢 還是 在一起的 第二個問題 我聽到呢 執行原則 可能呢 今後會 呃 這個 我們還沒有這個 走到這一步 但是如果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個人組織 呃 已經 接受了原則 呃 那麼這個進程不斷出現的一些心理原則 難道假設他們就全都接受了嗎 因為他們接受了老的原則 就等於他們接受了新的原則嗎 這是我一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還有一個評 呃 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就是 談到資源問題 2015年是很重要的一個年度 我們呢 實際上 非常 呃 今天呢 這個捐助方 呃 也做了很重要的討論 這個是 呃 IGFC還是MAXC 希望澄清一點 呃 另外呢 我還想強調 如果我們 呃 開展 壁回監的工作 最佳實踐 麥克上 呃 能否 歐秘書處 可以呢 呃 呃 確保 在這麼關鍵的一年 不要 過分使用我們的 呃 這個 資源 關於CSTD 呃 進程 我們 做了很大努力要求參加 但是 有的時候 由於 呃 資源問題我們不能參加 但 呃 CSTD的會議 有一次我們那個 遠程參加了 我們非常願意遠程參加 很讚賞這種做法 因此呢 我們今後應該 對所有的會議都大力推廣 遠程參會 特別是 我們在不斷增加新的內容 不同組織 他們資源都是不一樣的 非常感謝 我提的問題很多 謝謝 Shel 謝謝你 下一位 是chip 他是思科的 思科系統這個公司的 謝謝主席 我也要感謝 諸位主講人 給我們做的介紹 給我們提供了更新的情況 呃 關於兩國的互聯網治理問題 有一個問題 前一位發言者 實際上問到了我所有要問的問題 我呢 只想提出一個要求 也不是一個問題吧 就是 但是 很快 這個6月份 就要到來了 那麼 5月份 開會的時候 能不能得到最新情況 這個要求行不行 能不能滿足 謝謝 下一個問題 關於如何列出時間表 準備巴西的會議 我們將明天討論這個問題 後天也可以討論 然後看一下事情的前後順序 那麼 這樣的話 我們 關於VC加10等等問題 我們也要不斷的進行更新 我們有沒有遠程參會人要提問題 非常迅速的提一個問題 Nora馬上就要走了 星期四 能不能回答我們的關於Night Mondia 另外Suby Suby也提到了一個做了一個評論 我覺得 我代表我個人和所有的遠程參會的人 我們覺得這個介紹很好 我們歡迎很多新的舉措 等於那個百花齊放 千花齊放 那麼我們關於這個聯合國這個IG會議日 那麼對於IG來擴展這個授權 DESA 現在很快呢 時間過得很快 就剩一年了 謝謝 那麼Meg 現在呢 Marilyn 她是這個有一個圖的地圖 所以呢 是由她來負責所有的會議這個地址 Izomi 現在請你發言 我一個問題 剛才呢 大家都 嗯 做了介紹 我什麼時候呢 介紹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是這個 自由討論 所以什麼事情都可以提 你們當中 呃 可能聽到過 互聯網大會 這個提法 這個是 呃 將在 上海後面 兩 上海旁邊兩個小时的車程 要舉行這個 互聯網大會 是在十一月 呃 十月份的這個 二十一號 左右 這個會議呢 呃 是中國政府表現出很強烈的意願 呃 要這個開好這次互聯網大會 他們呢 呃 聚合了很多 呃 商界的人 比如說 呃 這個馬雲 呃 阿里巴巴 的這個 呃 創始人 他現在就有點像搖滾院 呃 革星一樣 在中國 他也參加了 另外還有美國 的LinkedIn 還有呢 Icon的這個首席 呃 也都參加了這次大會 那麼 呃 呃 就是世界前十家的這個 這個互聯網公司 呃 呃 其中都有四家 都參加了 還包括中國 呃 電信等等 都參加了 所以呢 這個是一次非常盛大的會議 這次大會呢 呃 呃 我是沒有資格來進行評估的 但是呢 呃 他這個該次會議討論 將跟我們現在討論的一樣 呃 但是我們討論 將會走什麼樣的方向 我們不太知道 我剛才談到了 中國政府呢 呢 這個 副總理 也來了 他 本身親自到會 他代表 中國的習主席 呃 發表了一講話 在第二天呢 呃 呃 他們實際上到了 呃 就是 李總理也到了 呃 杭州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沒參加會 另外呢 六百位 這個記者 呃 呃 呃 與會者達六萬一千 名 呃 那個 這個 中國政府是非常願意 這個報道 這次會議的 呃 那麼他是關於互聯 這次大會關於互聯網的商業問題 政治問題 呃 人的信息安全問題 治理問題 呃 互聯網治理論壇 呃 為什麼 但是呢 我覺得 呃 有不少媒體 呃 這個報道了這次會議 第三天 最後一天 早上 我們收到了 呃 從這個門底下 呃 送進來一個信封 是所有的與會者 呃 收到的 宣言草案 讓我們來做修改 如果有修改的話 去找秘書處 而且呢 必須得在早上八點以前 那麼我們呢 本來希望呢 這次這個這個宣言 能夠在秘書上宣讀 結果呢 根本就什麼也沒讀 我呢 買個有些成員 對此發表評論 我不想詳細說 最後呢 我們 呃 得到消息是 修部長 呃 主持這場會議 那麼很多人 呃 對這個宣言表示不同意見 因此呢 沒有能夠出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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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會可能成為一個 這個該開此種大會的一個長期的地址 呃 呃 大家是願意開展對話了 不過當然了 大家立場差異很大 但是呢 那些大的西方國家沒參加 政府沒參加 他們的這個商業公司都來參加了 所以呢 不是這個多例有關方沒有人代表民間社會參加 也不是自下而上的 但是呢 呃 呃 這種不同的題目 呃 呃 用這麼範圍的 在這麼範圍的廣的範圍當中進行討論 那這樣呢 我們就考慮到 呃 互聯網的治理 呃 是由 呃 應該是互聯網治理的人 再包括所有的這個有關的這個感興趣的各方 呃 對於中國來講呢 互聯網確實是驅動 呃 這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 因此呢 他們從上到下的重視是非常明顯的 最後我想說呢 呃 這個特別的強調 呃 這個 移動性 好 我就談到這兒 感謝一座妹剛才給我們提供的消息 中國 呃 主辦這麼一個大會 呃 呃 互聯網的最大用戶都在這個國家 呃 我覺得很好 就我了解呢 世界經濟論壇 呃 這個在達沃斯開會每年開年會的時候 呃 的很多東西都在那裡得到了 呃 複製 現在請Marilyn來提下一個問題 謝謝主席 我的名字叫Marilyn Kate 我呢 想提醒大家注意 呃 呃 這個我們現在前面的普貨大家發言的這個字幕 即十字幕 呃 呃 當時呢 是這個六萬多 呃 呃 參與者 那麼 但是他們的名字沒有被捕獲 呃 特別是對那些呃 在遠程參會 但又不能參會的人 我首先要談的是 就是 我來很簡短談一下 就是在我之後發言 NightMedia 呃 這個舉措 我的意見是 我們面臨的工作很多 呃 但是 掌握在我們手中的是 呃 我們被要求所做的工作 我們應該做出貢獻 應該做出最好 做得最好 我們呢 呃 呃 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 那麼 使得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說了這個之後 我還想說呢 我的評論是與 為了讓我們這個問題有關的 呃 這個 呃 在庇護監活動這個方面 最佳實踐 還有呢 IGF的區域國家一級的活動 呃 呃 能不能更直接的參與 呃 自下而上 達成共識 對我們來講呢 意味著大量的工作 對麥 麥克主席 秘書處來講 都是很大的工作 我現在要感謝 其他的主角人 Tyrine走了 我很遺憾 我覺得呢 我參加了全代表大會 呃 也參加了 觀察到呢 我甚至也做出了貢獻 在這個 釜山通過的各項決議 呃 對我們來講呢 工作量 面臨的工作量很大 包括呢 包括呢 國際電聯 呃 呃 在家 呃 參加 維西斯的後續活動方面 所承擔的工作 Pieter Major 呼籲 我們大家都來注意 呃 呃 這個 這個映射的 呃 這個做法呢 一直到這個月底才結束 希望大家能夠加入這項工作 呃 民間社會技術界的工作組等等 都歡迎有這個機會 我們也願意跟大家談一下這些工作 關於 有一個概念 就是呢 啊 啊 阿姆斯朗 呃 提到的 阿利亞阿姆斯朗提到的 我們剛剛 這個聽說這個 我們需要呢 呃 作為一個 呃 呃 利用官方我們怎麼能夠合作 呃 在所有的利用官方小組當中 跟這個紐約的同事們 政府們一起 看我們如何能夠 呃 提供信息 呃 提出提供咨詢性意見 如何 考慮 呃 這個 呃 2015之後的工作應該怎麼進行 上週五 我有機會 聽到了 Summer Circle 就是 Icon 第一 呃 第一個這個 這個 VSIS的 籌委會的主席 還有第二次籌委會的主席 VSIS呢 呃 主要的意義就是關於 建立新社會 當時的願景 IGF 也參加了 也就是我們在未來三天當中 需要討論的重要內容 同時也提醒我們呢 新社會 不僅僅是關於 接入問題 也是關於 呃 這個 是否有能力 專業力量 以及 建立聯繫 我呢 覺得 呃 這個是一個很有 啟發性的 希望 IGF能夠 對此做出貢獻 不近幾年 而且呢 今後幾年 來 共同建立一個新社會 先 謝謝 謝謝Maryland 現在 我讓紀元來發言 大家好 我叫Givan GIVN 供大家記下來 其實呢 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呢 這個上面的這個字幕出的非常的快 但是我們知道大家有不同的這個名字 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有時候要把記下來很難 我呢 是馬其頓共和國外交和公共政策部的一個公共人員 我是一個外交人員 我已經參加了很多的一般性的討論 是9月份的一個一般性的討論 這是一個挑戰 因為有很多的人 他們坐在一起 希望能討論 這是紐約的情況 因為在場呢 有部長 有很多的這個 國家的首相 或者是總統 所以呢 他們要討論很難 因為他們還圍了20個寶标 但是呢 這是我們要工作的意義 就是希望 能夠通過金社理事會 來更新IGF的授權 那說到這樣的一個交流的戰略 這是我們要考慮的 就是一定要向外界交流我們的這個重要性 不僅IGF的這個重要性 向來交流互聯網的這個重要性 要來慶祝互聯網的重要性 要把它作為一個戰略來做 來進行交往 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向大家介紹IGF的重要性 因為呢 現在在我們的這個授權的更新之前 怎麼來宣傳 要本質上的一個思路來做 我覺得我們也應該要考慮 既然現在有幾個政府代表在場 我們應該考慮 要在紐約的一般性辯論上面呢 組織一些活動 也許啊 可以和聯合國清社理事會 清社社會部一起 還有其他的國家一起 組織這樣的一些相對於高級別的 或者是部長級的活動 吸引很多人的注意 然後呢 把它作為一個使能方 作為一個新的思維的這個方向 供未來思考 防止未來互聯網的發展 可以在明天上世界展示這樣的一個情況 謝謝基本 有一個小的意見 如果呢 的確 二位今年不能夠擴展這個IGF授權 的話 我覺得下一個機會呢 將會 要在VS加10的審議會議上面 也就12月份的會議上面 來審議這個決定 我覺得2015年9月10月的聯大 是做不出任何的決定的 這是我想提醒你注意的 他們不能夠現在決定 組織什麼高級別的活動 現在我讓英國的Mark來發言 謝謝主席 非常感謝所有的介紹人 信息詳實的介紹 介紹了這些倡議和過程 都是與IGF有關的 以及向我們更新了最新的情況 這就是非常寶貴的 同時呢 也考慮到了 其他的一些時間安排和機會 怎麼樣來做出貢獻 我想談幾點 是與CSTD有關的 和他的關鍵文件有關 首先是報告草案 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全面的研究 說明了 VCSTD的背景和落實情況 我呢只想提一個意見 目前的情況呢 是和區域以及國家的IGF有關的 這裡面有一段 就是報告草案裡面有一段 專門說到了這個問題 在報告的148頁裡 我想 他沒有考慮到 IGF 這樣的一個模式 怎麼樣得到了複製 在國家和區域以及複製 以及在所有大陸上 是怎麼樣被複製的 因此呢 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網絡 我 構建了互聯網制裏 生態系統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 是與 閉會期間的活動有關的 所以呢我指出一點是因為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來 向大家體現了過去十年新的發展 也就是這個多力攸關方論壇的發展的情況 這是我們都要謹記的一點 這也是報告的一個貨幣 我們也希望政府 也是單一的政府 還有這個幾些機構 都參與到多力攸關方重來 巴士是個很好的例子 英國呢 也參加了這個互聯網 多力攸關方 顧問組的工作 這個顧問組呢 有大概45個 利用官方 和代表他們 來自於企業界 和民間社會 以及技術界 所以這是另外的一個方面 是落實的另外一方面 它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貫穿了整個 互聯網治理的過程 第二點 它 列出了國際英特網誌裡的政策 公共政策 它呢強調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們此前也做了這樣的嘗試 我們非常的感謝 所有的辛勤工作 以及 這個工作中所做的籌備 以此呢拿出了這樣的一份 嗯 構建的文件 以及這個數據庫 我們上週內收到一些評論 剛剛呢 Peter還有秘書呢 也重申了這些內容 的確 我在這裡 想要做一些回應 我覺得這裡面呢 是有一些差距的 是需要得到我們的補充的 這也是英國政府所找出來的一些差距 我呢希望 與會的各位 還有其他的這個 與會者 如是遠程與會者 都要來 注意這一份文件 這是你們非常要注意的一份文件 因為呢它 將會成為一個重要的輸入文件 放在VSYS的審議會議上面 供他們來討論 怎麼樣來加強合作等等 就像我說的一樣 我認為是很關鍵的 我們非常的歡迎這方面的努力 我們呢認為它可以 進一步的加強 完成呢它這樣的一個構建工作 來審議到底哪裡 有一些真正的差距 需要得到我們的解決 最後 我想說這個文件 要來進行定位很難 它呢放在了 聯合國冒發會議的網站上面 比如說呢 在CSTD工作組的這個報告裡面 很難讓我 在網上找到到底這個文件是放在哪裡 我覺得這一個會議的成果裡面 最好拿出一些已經 做好了準備的這個會議的摘要 這樣呢大家可以很容易的來閱讀這個會議的結果 並且能夠很快速做出反應 謝謝 其實啊你不是唯一的一個有這種感覺的 我昨天呢看這個報告覺得非常的難讀 那我現在提了一個小的暗示 現在呢還有半個小時時間 還有很多人要發言 我現在邀請Pablo來發言 還有讓Emilia發言 然後再讓Ekan來發言 然後呢我就關閉這個發言人名單 我看到Patrick發言 他是最後一個發言者 他發言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進行總結了 請大家發言的時候盡量的簡短 因為呢我們需要 有機會讓其他人回答你們所提出的問題 然後呢再結束今天的會議 Pablo先請你發言 謝謝 我叫Pablo Pablo 我們是一個 亞太區的這個區域註冊中心 我代表Wilson 他是IGF的成員 他不能在場 他呢從IGF一開始呢 就積極的支持了這個論壇 我們也會一直這麼來做 我們也非常的歡迎來更新IGF的授權 我覺得我們也非常的期待 明年再巴西參加下一次IGF會議 我想 我們要審議的一個問題 就是供IGFIO 供MAC來審議呢 就是要把很多的這個不同的進程 納入進來 他們都是同時代進行的 而且在2014年 取得很多的成績 我們剛剛聽到了幾個最新的情況 我們很難呢 都一一的跟進他們這個最新的進程 所以呢我們很高興的 在CSTD 還有像Modile 倡議 以及VS VS加10 這些最新的情況 在亞太區域 我們有APR IGF 我剛剛和SETA剛剛討論過 他們呢 在印尼上週也開了一次IGF的會議 我想同意大家的意見 就是 一順他的意見 重要的是要跟進這些不同的進程 考慮到他們的發展情況 考慮到這些所有的正在同時進行的工作 他們呢 都應該幫助我們 回顧一下 並且總結一下 我們IGF的工作 我覺得 重要的是 我們要來考慮 怎麼 進行總結 並且摘要這些工作的情況 看一下他對於我們這個IGF的工作有什麼影響 那麼 我把這些東西扔在大家面前 希望呢 在明年的會議上面 大家可以要一些不同的工作內容 就那入進去 出去 謝謝 謝謝 現在我讓 我也有個結論要的聲明 我也有個結論要的聲明 我們 我們不可能在這裡呢 忽視政府的意見 因為呢 政府啊 他們是負責這些決定的 如果我們設定原則的話 而這個原則 最後又沒有得到遵守的話 那麼很遺憾 那麼很遺憾 這只是呢 模仿了說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卻並 我不是在這裡反對這個多利優關方的機制 我不是反對對話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應該有效的 所以呢 必要的是 要清楚的指出 到底是是什麼 而不是要在這裡混淆不同的問題 我呢 也是中國這一次會議的主席 會議的級別很高 我呢也可以肯定 這個問題在以前也得到了提出 那麼繼續的來說 Mondial會議 我希望下一次的IGF 非常地重視透明度的問題 怎麼樣進行決策的 透明度的問題 這樣呢 在之後就不會有誤解 到底是不是有協商一致 這個問題是不是得到的通過 還是沒有得到的通過 當然這個問題非常的複雜 很多問題呢 很難取得一個解決的問題 但是呢透明度是十分之關鍵的 透明度能夠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我也想希望讓大家注意 有這樣的一種需求 這個需求就是 要重視區域性的倡議 作為一個國會議員 我很想知道 到底其他國家 他們有什麼樣的區域的做法 有什麼樣的立法 是針對於互聯網的 毫無疑問啊 很多人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 因為現在啊 互聯網是一個四五五類的情況 而各國的立法 是沒有得到一致性的 而且很多時候 國的立法是相互矛盾的 我知道呢 這是我們未來要討論的問題 但是呢 我想在這裡 提出這樣的一個想法 謝謝 主要說非常感謝您的發言和您的建議 的確啊 明天我們將會討論這些提議 我下一個發言者是 Amelia 她來自於瑞典 我叫Amelia 我是歐洲議會的議員 所以呢 我是有一些經驗的 這個經驗呢 和我們這裡所說的 多利誘關方不太一樣 和本次這個會議的多利誘關方不太一樣 那麼 議會 它在一個民主系統裡面扮演 非常一個獨特的作用 就是呢 它要向公眾來問責 讓政府負責或者是問責 同時呢 議會呢 它 要向這個 執法的人 就是 行政人員來說明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我們呢 要理解的是啊 這個議會的多利誘關方 是不太一樣的 就在這樣的一個 民主國家裡面 他們所扮演的作用 是非常之具體的 所以呢 讓 他們呢 和我們這裡的多利誘關方 進行比較是不太公平的 但是呢 說了這麼多 我覺得 議會啊 它 與 一般性的這個 規範性的社會裡的決定 要起了很大的作用 和責任 很多時候的決定是 這個規範性的 哪怕是技術的標準也是規範性的 到底誰來決定 誰是規範性的 這很 明顯呢 就是 是由我們不同的選區來決定的 我代表我的選區 他希望我能夠做出規範性的做法 而議會啊 他們呢 也有自己的一些空間 來說明怎麼樣對社區來負責 我對VCIS 或者對Mundial倡議的一個想法呢 就是說 向Mundial倡章 我們呢 覺得歐洲理事會 歐盟委員會呢 也做了一個貢獻 我們呢 沒有這樣的職能 所以呢 像歐洲議會 到底怎麼和這個政府來進行互動 還有呢 我們怎麼在這樣的一個憲章下面 確保 歐洲公民的這樣的一個 期待能夠到達實現 是我們的一個挑戰 我們呢 有一些明明社會的參會者 參加了這樣的一個 政府間的論壇 他們也發表一些重要的意見 他們呢 也在最佳做法論壇 還有IGF上面也發表意見 這樣的意見 能夠整合這樣的一個過程 放到我們的文件中來 這樣 綁證我們全球的這樣的一個 規範性的做法 得到協助 我們也希望這樣的一個做法 放在下一次的Mundial會議上面 能夠進一步的利用這樣的一些想法 同時呢 我有些擔憂 比如說像NetMundial這樣的一個倡議 以及現在這個平台 有些擔憂 因為呢 這是因為IGF的討論上面 碰到了一些問題 那麼Mundial他們覺得這樣的一個 一般性的討論呢 遇到了一些困難 那麼最後 你的這樣的討論 就得不到很多人的支持 因為畢竟你這個決定 會讓幾十億的人受的影響 我在這裡想聽一下 聯合國各個機構他們的意見 也許呢也想聽一下 Mundial倡議他們的這個想法 就是他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規範性的後果 因為我們都知道 要保證這個網絡的中立性 這是一個規範性的討論 還有版權呢 也是一個規範性的討論 這些討論呢 都將會我們的公民產生影響 而他的討論率是比較低的 我呢希望呢 這樣的討論 能夠更加考慮到這些方面的影響 以及怎麼樣的議會參與議評來 謝謝 謝謝Emilia 你現在可以構成一個小組了 和你的同事一起 就是和Robert 也就是來自於俄羅斯議會的這個同事 一起 你們倆組建一個工作組 討論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關於IGF的合法性 這是VCIS峰會所決定的 並且得到了聯合國大會的認可 所以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正是基於這項決定 在回答前 還有三個發言人 還有三個代表要提問 但請你們的發言盡量的具體 Nedger 你之前說過了 您現在發言 限制在一分鐘內 好吧 謝謝主席 的確很簡潔 感謝這些介紹專家 特別是提到了CSTD 在擬定工作模式文件和VCIS 加10審議過程方面的作用 我覺得他們所做的貢獻極為重要 不僅推動實質內容 也是結合各項問題 今天早上 極為代表也提到了這點幾 多方利益又官方的進程 使各方可以各書幾件 現在我們有機會更新的這份工作的文件 清楚闡明了 互聯網治理方面的問題 和難題 不僅是在聯合國的論壇上 也是在利益官方的論壇上都有提及 這也是我們在VCIS加10審議過程中 會注意到的 因此必須要感謝CTD委員會 此方面的努力 此外 馬其頓代表也提到 應該有一定的形式促進 各方在紐約高層討論時 也可以貢獻他們的意見 特別是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謝謝Nagel Patrick 兩分鐘 謝謝 大家注意到 幾乎每次國際會議上 我總是做一個類比 經常會 引用星球大戰等暗喻 我覺得 這一倡議跟以往的倡議 非常的不同 關於NetMonkey的倡議 我也是過去一年 反覆體積 我覺得我們應該特別的 注重IGF的方面 在星球大戰中 有一次一個演員說 天空我一定要有一個神機 否則的話宇宙飛船就爆炸了 所以新部門的每個成員都應 繳盡腦子 我們都在一艘船上 Mac到底可以做什麼 不僅是作為觀察員 不僅是收集三手的信息 直到紐約 墨西哥其他國家的提案 我們如何主動出擊 如何走向目的地 我們如何幫助您支持您 完成IGF的構想 不僅是施展之前的任務 也是變得更加強大 更加的規範 這也是我腦海中 反覆出現的問題 好吧 謝謝 但是我不記得電影中 有這樣的情節 宇宙飛船四個小時之內 就要爆船 我也希望我們的這艘船 在VSYS加10的審議之後 能夠繼續的實現目的地 其今的討論 有一些建議非常具有針對性 針對IGF 我們正在吸取各方的知識 以促進明天和後天 籌備巴西會議的進程 同時也應確保IGF 是不斷進行的 過程中的重要議員 我覺得IGF不是決策論壇 決策會在歐盟議會 俄羅斯的議會 歐洲委員會等 政府機關做出 不是由我們做出 IJF的任務 是改善成果文件 不僅幫助決策者 也幫助互聯網中的各個行為者 希望能完成這一目標 Sylvia 請發言 抱歉 請注意發言時間 Sylvia 謝謝主席 我叫Sylvia 我是MAC的新成員 這是我在IGF的首次發言 我也會致力於此方面的工作 我負責大家 和WITSA方面的副主席 我對於IGF的進程不是很熟悉 但有參與VSYS的巴黎 日內瓦 突尼斯 等地區的會議 我想知道 這個無障礙 這一重要性 應得到突出 我們知道無障礙跟包容性 各方業界人士的參與 能力建設有關 我們 貿發會議 和其他的組織也提到這點 大家 致力於此方面的努力 我們跟聯合國和貿發會議的秘書處合作 在上屆哥斯達利基亞的部長級會議中 我們計劃拉加的下一屆部長會議 將在墨西哥舉行 與拉加的IGF一起合作 我想知道其他區域的工作重點是什麼 我鼓勵各方踴躍參會 最後祝賀IGF 對於這一會議所做的貢獻 謝謝 現在請遠程代表發言 謝謝 這是拉茲莉迪亞馬西歐女士 她是巴西的代表 她說 維西斯加10審議工作方式的改善 將會促進多方的進程 在奈特莫迪亞倡議之後 我們知道 可以通過自下而上的多方進程 來改進完善結果文件 我們覺得應該根據 Metmodium的倡議和基礎來做 這一文件 將幫助各國政府在紐約更好的磋商 各國政府會將文件作為一個有意義的參考 文件對於2026後的時期也至關重要 我們在IJF的多方利誘官方的論壇上也可以促進這一文件 議程中應加上維西斯加10審議進程 以及在此範圍內的問題 謝謝 您是想現在發言一分鐘還是明天發言五分鐘 謝謝主席 首先 我用西語發言 我用西語發言 既然我們現在還有翻譯 感謝他們做的出色工作 我叫Fundes 我是Mac的新傳員 一個問題 我希望現在發言一分鐘 明天發言五分鐘 關於這項議程 我想問 IGF 與這一倡議和其他倡議之間的合作問題 是什麼時候談 是明天談嗎還是後天 謝謝 謝謝 關於IGF與Mondate倡議的合作 根據具體的進程 可能是明天下午或者後天談 明天您也可以舉牌 不過現在您已經用了一分鐘了 所以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所問的問題 現在我想問 有沒有介紹人 願意簡單的回幾句 不是非要回答 最後請Betton先生 做閉幕式的致詞 Peter 如果想獲取這份文件 就 谷歌 CSTD anctad 你們 就會 找到相關的網站 其實我也沒有一個更好的連結 謝謝 謝謝 我必須得說這個論壇 是不是對搜索方面沒有任何的傾向 除了谷歌也可以用其他的搜索引擎 Mare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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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你們在找業術方面有問題 不過很高興 李德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想簡單地談幾句 首先 感謝CSTD 感謝你們對CSTD秘書處的美言 就路線圖的制定工作 即使對秘書處來說也是挑戰 考慮到互聯網的治理 這是只是一個工作的縮影 我們的時間資源有限 所以很感謝大家的意見 以及就公共政策和機制的意見 文件 文件將會作為CRP的會議文件 所以它不是一份非正式文件 而是秘書處遞交給委員會的會議文件 被希望能融入十年的審議精神中 我想補充主席之前所說的 IJF如何推動CSTD的審議 CSTD10月會召開十年的審議進程會議 並將報告遞交給經社理事會 然後紐約的政府最終磋商敲定結果文件 所以IJF應抓住這一重要機會 告訴我們他們認為的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希望你們的家鄉離紐約並不是很遠 也希望紐約的同事和你們之間可以有更多的互動 謝謝Maria 謝謝 我注意到有些問題是針對經社 我們如何改善Mega的成員 可如何幫助我們來敲定IJF的任務授權 我們如何擬定這一進程那麼連大的高級別的會議 的情況 我之前講過一輛車進入同一個軌道這樣的比喻 您注意到這些問題的多樣和內容的多樣化 我覺得成員國想聽取所有人的意見 另一方面 如果沒有一個循序漸進的 秩序良好的進程 可能會有觀點的 大塞車交通擁堵太多的意見 在同時發生 我們在擬定15年後發展議程時 並且制定標準時 很多利誘官方都想給出意見 但是給的意見太分散 陳元國想知道之前商定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想說不要忘記每個人應該各司其職 不要製造混亂 還是有一個運作良好的多軌道 每個人的意見都得到補充 有時我們如果把注意力放在過程上 可能會喪失方向 無法使向終點 威脅死之後 世界的願景是什麼 信息社會之後的構想是什麼 謝謝 您提到周四會有問答環節 實際上是過渡委員會的會議 過渡委員會的會議 向所有人開放 並且通過Adogo 電話波線或者網上的方式參與 您可以在網上查到議程 向所有人開放 每次會議的前三十分鐘是問答環節 關於一些問題如原則 具法律約束力部分的接受原則 但這些問題我的確沒有回答 但這些問題很好 我覺得在周四過渡委員會的會上可以問 謝謝 謝謝 請Fonseca 大使 至今天會議的閉幕詞 謝謝Yanny 這個任務很艱鉅 因為今天討論了很多的問題 不過我想提及您之前所說的 今天的會議 特別是今天下午的討論 對於IGEF籌備15年巴西的會議 同時也讓我們注意到進程中的不同方面 我們在準備IGEF15年會議時 應注意到國際上對互聯網治理的各種討論和動向 讓這些進程彼此協調統一 我不斷地提到 我們不應該沉默的消息相待 即只專注於多方的EU官方的進程 而忽略聯合國等其他國際組織的磋商 應在各進程中間展開橋樑 另外呢 這個相互有一定的關鍵要互相尊重 互相接受 這一點呢 不能夠想當然 因為呢 不管是在多利有關方的情況下 還是在多邊的情況下 很多與會者呢 不能夠認可 這個人家別人的這個工作方式 這是自相矛盾的 我們作為政府需要對此進行思考 這個是在南特蒙加開會一開始 就要說明的 我們完全致力於多利有關方的方法 但同時呢我們又不能夠 忽視那些 在決策過程當中 多邊情況下想解決的問題 那麼我想呢 我們在走向IGF10 我想IGF10的情況下 我們非常有必要 這個讓聯合國電聯 這個都能夠意識到這一點 我還想再簡短的說一下 因為現在時間快到了 在南特蒙加舉措方面 我們在星期四還要看電話會議 從零天 零日很抱歉呢 我向Nagia別道歉 大家都提到了財務資源問題 我想呢 我想呢 有一個 我們支持南特蒙加舉措 就是要把支持的基礎擴大 我們並不是要局限 於這一點 我們需要呢 擴展 財務資源 人力資源 同時呢 鼓勵新的與會者參加 這是我們這個舉措的一個目的 另外呢 還有總統先生所提出來的 那個 就是南特蒙加要具有包容性 杜馬總統 杜馬總統也談到了 我們需要呢 要有機會做出有關的貢獻 我們都意識到 並不是所有的 這個與會者在結束會結束都 贊成這個該會的輸出宣言 這一點呢 我們也需要進一步的 進行思考 我們不應該忘記 我們最早的 最早的建議就是一定要具有包容性 那麼如果人們認為自他收穫到排斥等等 這個他就會 這個不願意參加這個會議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我也同意前幾位發言者的意見 我各代表團 參加了這個工作組 我們要捍衛這種想法 就是整個這個局策呢 我們是需要一個映射的 那麼有時候呢 我們這個討論受到污染 一旦我們有了 對於我們的分工有了一個明確的了解 另外呢 就會達到我們大家的目的 這個Mapping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期待著大家正式的贊同這個建議 給我們呢 一個共同工作的基礎 而且朝著同樣的方向 我們這個會議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會議 當時呢 而且沒有做金融表決 達成共識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因為有很多 這個積極的進展 但也同時也有很多挑戰 我想呢 最重要的挑戰就是 要讓HF呢 然後形成 這個 馬其頓 這個布羅蒂亞同事實際上就說了我們要說的話 那麼他們需要呢 思考在紐約對於提高意識做哪些工作 我們呢 巴西 覺得 有責任 在紐約呢 進行廣告宣傳 我們也願意 跟我們的夥伴們一起 封密輸出 也要結束狗斷關係 也許呢 我們在紐約 也許呢 要舉辦超過一次的活動 也許呢 也許呢 我們在紐約 要舉辦超過一次的活動 也許呢 要舉辦超過一次的活動 這個 季度就開始 我們幫助半中國家 發達國家 一起 在紐約 達到我們的目的 給我們再一個工作 提供一個理由 我們今天就先談得到 明天還可以接著談 感謝你的結束性發言 感謝大家 與我們工作 我有一個很壞的消息 特別是來自歐洲 不管是東歐西歐 有一個不好的消息 這個會議之後呢 還有一次你們的會議 另外呢 還好消息就是 你們是這次會議 是在飯館召開的 其他的人呢 剩下的人明天的會議 是十點鐘正式開始 那麼 這將是麥葵 向所有人開放 凡是願意觀察麥葵 祝大家晚安好 明天再見 謝謝 休息 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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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